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的我们广西的传承人 让他们在这里面得到一些帮助收入 中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世世代代居住在中国的西南部 壮景是中国四大民景之一 是壮民族最精彩的文化创造 和最为生动的民族符号 壮景浓艳粗犷 有厚度 图案有浮雕感 充满了热烈开朗的民族格调 体现了壮族人民对天地的崇拜 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壮景之鸡 与其他之鸡器性最大的区别 无疑就是悬挂在枝鸡上的大猪龙 所以它又被形象地称为猪龙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织紧前要先把棉线装到机子上 按照设计图 把花纹编到竹笼机上方的大花笼里 追紧的时候 采用通筋断尾的织法 以原色的棉线为金线 以彩色的丝绒为尾线 交织制作 根据花纹的变化 不断地剪掉尾线 再通过纵线牵引 如丝往复 才能在井面上形成花纹 然而 随着自然经济结构的溃散 商品经济和多世文明 不断冲击着古老的民间文化 壮金 这门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急需抢救和保护 真正的壮景的一套 就是它是有它的流程说法的 那整体来讲 比如说我们会说到 听兴啊 然后 这个 冰阳啊 那冰阳它是属于汉族地区 它是八十年代到我们新城了 学习之前 然后第一代 就挺大学到我们这边去 那我们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是 这几年我们 我们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然后去讨个部门 努力把这个 争取到这个地方 然后免费义务的开发 但是呢 也是很困难的 因为我们要 讨论生技的问题 所以我们只能说 展示是展示一部分 然后做做一部分 然后机器生产的 也有机器生产的一部分 毕竟传统手工的代替的话 可能这样才会昂贵一些 那我们如果是做成一些 普通的一些 普通的一些东西 大概就可能会 能去接受和接纳他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就更加有 有市场吧 才能够存活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 以后的 有更多的年轻人来 认识他 然后并且去挖掘他 方面的财富 作为壮族之锦中少有的只狼 梁恒元对壮锦的发展 有着深刻的认知与信心 壮锦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需求 唯有不断改革创新 才能让这项技艺 永保活力 一大早 广西工艺美术展展销会 还未开始 中国知性工艺大师 谭香光便带着弟子范立华 前往会长中心 固执展台 你看转变成行走的艺术 行走的要在服装上面去体现 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服装 也就是人的变腾皮肤 传承保护 也不是一味着去守旧 创新 也不是抛弃传统 我们只是想以一种 年轻的一个方式 来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 这么多年来 谭香光收了不少徒弟 但真正能坚持下来 并出师的 不过四五人 培养一名合格的撞紧匠人 至少三年 能做设计 并且完成整个知景工艺 过程的 少之又少 一般收到盒子的限制 这种花蕾呢 就这样子画 对了可以了 这出来的效果就是白跟红 对了就这样子嘛 作为年轻一代撞紧手艺人 范丽华把现代元素 加入传统手工撞紧 用年轻的事业为撞紧发展 锦上添花 为了解决传承人缺失 市场运作困难 等撞紧正在面临的诸多难题 由这样一家公司 也承担起了 壮尽生产式保护 活泰化传承的责任 然后把这些 我们了解完清楚以后 我们再建立了我们这些品牌 金装景品牌 那04年我们开始成立了 之前我们都是调研和考察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就是 假大地图把这些完成完 为什么假大设计团队 我们还要跟校企结合 进行结合 现在我们把这些 整理出来完以后 那我们好 你这一块里面 你市场 因为我们是年轻的 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 先从你自己开始 我想要什么 那我这个东西在这里 你想什么想再创意设计它 是吧 这个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东西呢 而且因为到B线里上 特别的以前那种资金的 还刺销的 它是在一个县里 这些都是贫困地区的父母 让他们在这里面 唤醒千年之美 需要的是经济与文化的双面秀 纵线牵引 循环往复 经过历史的浸染 指尖的穿梭 连接的不仅是锦绣图腾 更是天与地之间 那古老的文化记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